酷热的夏天有农场利用冰凉的溪水 规划吸油剂套装行程 让民众厂阳在自然山林细水的同时 也能享受点心 感觉特别消暑 接连树日的高温 让人吃不消 看到清凉的溪水 忍不住想要跳下去泡个冰凉 再投诚一家农场 特别利用流津农场的南梗方溪 规划出吸油剂套装行程 让民众在消暑细水的同时 也能享受美食 这边的水是活水 不是像一般在游泳池 或者是在其他的游乐区 可能都是循环水 除了玩水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定时 都会有老师会做一些导览 所以会认识水里面的生态 我们也辟了一个秘境往里面去 所以可以玩水 又有很丰富的生态 又有很多的知识 那家长又可以在那边休息 就不用在那边跟着小朋友 在那边大晒太阳 那我们又准备好多当令的水果 那我们随时切 那爸爸妈妈可以喝喝咖啡 这样子 将餐桌搬到溪水中 利用在地食材 制成美味佳肴 加上特制的咖啡和点心 让前来的民众 常养在自然山林里 一边享受清凉的溪水 一边品尝在地美食 感觉特别消暑 有很清凉的溪水 可以让小朋友一起玩 那旁边有准备很多丰盛的一个食物 小朋友玩累了也可以顺便就可以 可以吃点东西 我觉得是在夏日 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 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这边有山有水 然后这个池塘这边又可以溯溪 又可以玩这个水 这边好清凉哦 然后这边的食物食材蔬菜都好好吃 对我们很喜欢这里 希望下次可以再过来 农场邀请大家远离烦躁的都市 以及炎热的天气 来到大自然环境 沉浸在冰凉溪水中 享受一场身心饗宴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 报道